自古以来长生不老是人类的一大梦想 这动力甚至可以让人提早登陆月球 或让许多皇帝自愿吞不明的药物 感谢医疗科技的发达 让科学家有了重要的新发现 解开了人类为何老化之名 那就是端力 端力是染色体尾端的特殊结构 随着时间 当人体的细胞分裂重组 为了保护DNA 端力就会一点点的变短 研究显示 老人通常比年轻人的更短 呃...我是说端力 而端力的长度除了基因遗传以外 包括压力、抽烟、不运动 生活作息不正常也会让它变短 呃...我说的还是端力 当然人也会跟着变老哦 就像格斗店玩 端力一直为你的青春跟健康奋斗 但第一关碰到的考试跟报告 奇莫魔王使出一记 今天念通宵 你的端力血条就突然变短 第二关碰到了机车老板 老板他放了大绝 年轻人多吃点苦啊 你的端力长度再次受到打击 最后你面对的敌人是自己的惰性 告诉自己网路也一堆匪宅 而我自己也是啊 就不去运动 你的端力长度又变得更短 那要怎么保护端力 让它不变短甚至更长呢 除了生活作息健康 不累积压力以外 科学家更发现了一种解药 有白梨乳醇及植物多酚 对于心血管 以及各项老化的慢性疾病 有极大的效果 有没有觉得这些功能有点耳熟啊 没错 就像你听说过的 葡萄与红酒也能够抗老 预防心血管与老化慢性病 就是因为里面含有白梨乳醇及植物多酚 但事实上 每瓶酒或每串葡萄的白梨乳醇及植物多酚 含量因为品种与配方的不同 大约1000cc的红酒里面 只有一毫克的白梨乳醇 这珍贵度 就好比你一整年的发票中 只中了一张200块的 不但很难中 而且还只有一点点 如果要摄取到足以让端力 不要缩短的白梨乳醇及植物多酚 你一天要喝好几瓶的红酒 在抗老化之前 你可能已经酒精中毒身亡啦 要聪明的摄取足量白梨乳醇达到抗老效果 首要就是胜选优质的葡萄来源 这是一般的葡萄 有19对蓝色体 这是马斯卡丁葡萄 有20对蓝色体 虽然说不是大就是好 但是马斯卡丁葡萄真的营养比较好 这超级葡萄多粗的一对蓝色体 含有柔花酸跟柔花丹宁 还有15种以上也能够抗老化的植物多酚 是普通葡萄所没有的 这种高级的马斯卡丁葡萄 就算你跟你家的哆啦A梦药 葡萄的农场已经被专业的家康利包下啦 根据研究 使用马斯卡丁葡萄萃萃取精华 而且吃得比较营养的人 跟一般人相比 整体端粒长度足足多了11.2% 因为马斯卡丁葡萄跟红酒都不在古代中国 皇帝一直没有办法提炼出 含保护端粒技术的长生不老药 但常人人面比较广 不但拿到了配方还直接嗨到月球了呢 希望大家也能跟他一样更接近不老的梦想哦